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詳細說香港的經濟問題 我們會一年多節 繼續跟大家討論經濟問題 我們已經說過了 其實我們在2019年之前 就是 不說政治 因為那時候政治嚴格來說 沒有人說 其實 本台節目原本是講經濟的 不過也要搞清楚 我們不是說財經節目 財經節目 就是會詳細每天在看恆指 那些股票的變動 我們在說的經濟 是所有的經濟話題 包括做生意 包括樓市 包括 就是一些 江湖的騙局 所以 其實原本說這些 本身是我們的強項 其實 我們在2019年 前後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那麼詳細說政治 本身第一 說政治 本身沒有人關心 香港 就是 非常繁忙 個個只是第一時間 問一個問題 這些東西 有沒有錢賺的 這個幾乎是香港人的口頭禪 其實 會好像今時今日一樣 天天去研究 這個是不是跟中共有關 是 非常之 罕見的一件事 在2019年之前 經歷了2019年 我們一方面 跟大家說政治 認識政治很正常 因為我們本身 就是反對派 不過 很多反對派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所謂建制派 還有北京 中國大陸在搞甚麼 因為他們的社會經驗實在太少 所以完全不知道 到底那些所謂當權者 和權貴 到底腦海裏面在想甚麼 所以 我們本台這個節目 之所以成為王牌時事節目是有原因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為 我們經常 很容易猜中他們在想甚麼 所以給大家一個exercise 大家不如想一下 如果你現在是當權者 你是中共 你覺得 你控制旗下的藍媒 到底現在應該說甚麼呢 好 10秒時間 7 6 5 4 3 2 1 好 時間到了 沒錯 當然跟本節標題一樣 最重要的 是要給藍絲有希望 所以這節跟你研究 還有沒有機會翻盤呢 既然告訴你 是藍媒為給你的資訊 有多可信 你自己衡量一下 但是 即使明知 是如理也好 一樣有很多人 對於希望 是要保持著一個 正面的態度 這個 正正就是 到最後 中共怎麼控制的資訊 和輿論 最重要的關鍵 其實 我們這一節一起揭露到底還有沒有翻盤的希望 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也請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想我們繼續跟大家分析多些問題 記得不要論息 你要做事其實很簡單 只是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即可 就算你是藍絲的朋友 雖然你會被痛擊 但是 如果你想聽多些真話 想知道 到底外面有多少資訊是真是假 其實你也應該 支持一下黃媒的存在 不然其實你不需要上網看資訊 回去直接看文媒大公就可以了 再告訴你 如果黃媒不存在 藍媒又會變本加厲 變回跟文媒大公一模一樣 到時你想稍為有正確一點的資訊 都會 完全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 是叫做 敵對合謀 敵對合謀 其實烏克蘭戰爭已經充分告訴大家 是存在的 就是你要跟對方合作 雖然大家明明是對立 如果你不合作的話 死得更快一點 尤其是 投降的時候 其實說開這個話題 差開多一分鐘 其實香港的商家 是稍為有腦袋的人 不是那些死藍絲 基本上其實他們知道 香港是要有少少反對聲音存在 如果連一點聲音 都出不了的話 實際上 到最後一定是會掐死所有人 其實那些大媽傻 有腦袋的那幾個 其實是知道這件事 不過很無奈 他們是控制不了局面的 最終 因為 話事的人 全部都是那些積極份子 文革份子 好像四人幫 復活一樣 大家欣賞一下 二十大的名單 你已經知道了 這一節 所以要告訴大家 在這麽關鍵的時候 藍媒會跟你說些甚麼 現在客觀的現實 就是股市樓市跌到媽媽也不認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跟你說人民幣會國際化 勞報會大升特升 相信那個也有病啦 藍絲也不相信你啦 是不是 所以 他們真真正正要做修飾的地方 就是跟你說 情況 真的是很差 不過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這個 所以要告訴大家 懂得看的話 最近的藍媒經濟版 很精彩的 我都不知道每天看得多開心 看得如癡如癡 好像在看張媒小說一樣 因為最新的故事 叫做 叫大家 捱下去 捱下去 就有好日子過了 我又姑且 就當他說的話 是對的先啦 我們繼續跟大家欣賞一下到底他繼續說些甚麼 最近每樣東西都跌 散戶就說大叫輸死人 所有東西跌到媽媽也不認得 躺著也中槍 藍媒歸咎這個叫做國際地緣政治不穩 通脹高企 百業蕭條 用這麼虛的字眼 什麼叫國際地緣政治不穩 國際地緣政治不穩 你是不是在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的確 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到最後 投資者 就是 做生意想賺錢的人 你會不會 在這個時候想投資歐洲呢 我真的很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 你不知道 歐洲有沒有機會 發生 核大戰 你連有沒有原子彈會在歐洲 上面爆炸 你也不知道的時候 你有1000萬在手 你有1億在手 你會不會想現在大興土木呢 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人們經常問錢去了哪裏 錢不用 可以放在這裏不用 還有 剛才說你有1000萬在手 多數是跟槓桿有關 可能 有一兩百萬是你的 其他可能是物銀行借回來的 歐洲會不會 有核爆也不知道 你是投資者 我也先保持一會 最低限度 看看戰爭結果 又或者看看普京會不會倒台之類 所以 整半個世界 的局勢已經很明顯 只是一個歐洲 已經足夠 讓你有錢也先保持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客觀因素 中國大陸 這一邊 有甚麼環境呢 藍媒就說現在叫做中美博弈 東西分裂 他們更加就說 香港經濟正緊隨 祖國戰略作出調節 實際上 兩地經濟都正在洗牌 洗牌 他說洗牌 甚麼洗牌呢 就是由過去那個 美國的霸權 他認為現在叫做重新洗牌 要建構這個大國博弈 新發展模式 相當之厲害 非常之 虛無飄渺 甚麼叫做 洗牌呢 甚麼叫做 大國博弈新發展模式 所謂發展模式 聽來聽去那麼像香港特區 那些垃圾狗官說的話 你這份 報紙 其實也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是說哪一份 你們罵香港的狗官的時候罵得很大聲 你自己又在說甚麼國家 新發展模式 你說甚麼呀 他們現在 包裝 就叫做 跟美國 來一場經濟大戰 他們現在 對中國大陸 仍然是看高一線 覺得只要將 美國的霸權 到最後 消滅了的時候 到最後 這個 中國 社會主義 戰勝全世界 到時候 就叫做 國際 重新洗牌 到時候就會有新的發展模式 換句話說 大家捱一下 捱下去 就自然會有出頭天 這個就是我看了那麼久 近這幾天的藍煤 就是在 沒有 任何利好消息的情況之下 跟大家作出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理由 相信 相關的事學 對這個二十大 是缺乏信心 這種做法 連慶祝也不出來慶祝 明明二十大 已經掃除了一切障礙 大權在握了 你們應該是開燒炮獎的 學人出來哭喪 我覺得是涉嫌違反國家安全的 所以我才 認真去看看他們最近有甚麼故事 可以作出來 因為以我們的理解 絕大多數的內地 五毛小粉紅 全部在 這裏 就是叫苦連天 大家都認為 剛剛星期日過去 沒有了沒有了 這次大件事了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藍煤這時候 到底可以作出甚麼故事 他們到現在只能夠說一些 非常之虛無飄渺的事情 跟你說 大國鬥爭到最後要洗牌 洗牌我也看到 不過看得非常之清楚的是 中國大陸 是在整個全球化 將會徹底被人踢出來 所以 各位如果你真的想 翻盤的話 不要緊的 你可以選擇相信藍煤的文章 但是 你要認清楚怎樣翻盤 這個翻盤 你這一輩子都不用美金 就沒甚麼問題 可能人民幣 還會面臨 相當不錯的發展 數碼化 可能會有量化寬鬆 量化寬鬆就麻煩了 你的銀子貶值 如果你其實不介意 永遠的錢對不回美金 你去好好享受中國大陸 高速經濟發展模式 其實也不是一個大問題 好了 說了那麼久 當然了 整節最主要都是潤一下藍煤 他的故事 就很明顯 相當之不通順 那麼 我們也不是 那麼壞心腸 我們還會繼續密切幫大家留意着 到底還有沒有翻盤的可能 只不過想告訴大家 他們現在作出來的文章 實在 是非常之牽強 我們也說一下真實意見 我認為 在短時間之內 因為剛剛過了二十大 這個也是政治判斷 正如當日我們判斷 中共 不射導彈去台灣 射銀彈 我們認為 中共還有能力 發放多一至兩次的銀彈 所以 大家 要掌握的 就是 很可能是最後的一兩次 之後如果錯過了怎麼辦 等下一次 等下一次 中國大陸崛起 下次中國大陸偉大騰飛的時候 你叫他告訴你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那就是有Discount